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纾困金到账 美国8000万人陆续收大礼 纽约州将颁布行政令 出门务必遮住口鼻 美国儿科医生表示 纽约市80%的儿童会已感染病毒 川普指 民主党组官员任职痛批美国之音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日大纽约 周三一早 很多美国人打开自己的银行账户 都惊喜地发现 美国联邦政府给每个家庭发放的纾困金已经到账 请看记者的报道 家住法拉盛的孙女士说 他今天早上5点多起床 第一件事就是查银行账户 惊喜地发现纾困金已经到账了 我能获得1200 那我还有两个孩子 每个孩子会得到500 然后这样就是2200 真的非常感谢美国的这种人道主义 因为我没有绿卡 只是一个公卡 然后由于我报税 然后就获得了这样的补助 孙女士会怎么用这笔钱呢 当然是给孩子们改善生活了 因为小孩子爱吃爱玩 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表示 全美大约8000万民众15号会收到直接存入银行账户的纾困金 个人年收入在75000美元以下的纳税人可以获得1200美元的纾困金 夫妻联合报税 家庭年收入在15万美元以下可以获得2400美元 每个16岁或以下的孩子可以获得500美元 如果到了本周末纾困金还没有到账 民众可以到国税局网站查询 了解发放进度 提醒民众 美国国税局不会通过电话 短信或电邮 要求您提供任何个人信息 不要相信任何可以声称帮您获得纾困金的电邮 电话和网站 新唐人记者柯丁廷 韩瑞 纽约报道 再来关注 周三纽约州长库默宣布将颁布行政令 要求所有人在公共场所佩戴口罩或者遮住口鼻 另外在疫情完全失控之前将继续提升检测能力 纽约州长库默15号公布 总住院病例人数继续呈平缓趋势 并且连续两天下降 而ICU加护病房以及插管数也在持续下降 但每天仍有约2000例的新入院病患 目前累计11586人死于中共病毒 单日增长752人 其中707例在医院丧生 45例在养老院 顾莫表示将发布行政命令 要求所有在公共场所的人 特别是无法保持六英尺社交距离时 必须佩戴口罩或遮住口鼻 该命令将在周六生效 另外 鉴于疫情趋缓 库默表示将援助别的州 对密歇根州派出100台呼吸机 马里兰州派出50台 库默再次重申 最多等18个月到疫苗问世 这场疫情才算完全过去 而在此之前要加大检测 对感染者的追踪和隔离 截止日前 纽约州已经进行了超过50万个病毒检测 但仍不足以覆盖所有人口 上周 纽约州卫生厅开发出自己的病毒抗体测试 每天可以完成2000个检测 目前寻求通过FDA认证 测试将提升到每天10万人 库默呼吁联邦提供帮助来提升测试能力 新唐人记者宇婷 纽约报道 再来关注 纽约市长周三表示 纽约市感染病毒的死亡人数可能被低估 卫生局开始通报可能死于中共肺炎案例 可能死于中共肺炎的案例 即尚未通过病毒检测 但可能是阳性反应的死者 纽约市将会把这个数据与确诊后死亡的人数分开计算 3月11日至4月13日的可能死亡人数为3778人 如果加上这些可能数据 纽约市的病毒死亡人数超过1万人 为10367人 白色豪周三表示 纽约市恐怕至少有4个月的时间 不会恢复到正常状态 他希望9月能恢复正常 纽约市现在正在生产自己的检测试剂 有望在5月开始一周检测5万人 另外市府将注入1.7亿美元 为每个需要的纽约人提供食物 当前的经济危机估计会有50万纽约人 在不久的将来市区工作 纽约市的免费餐点项目 仅在4月份就提供了1000万份餐点 其中包括为老人局管辖下的老年人提供的送餐服务 新唐人记者王愚赫纽约报道 美国的一名儿科医生表示 由于缺乏对儿童的中共病毒检测等问题 导致很多儿童成为潜在的传染媒介 这名医生甚至猜测 纽约市可能有80%的儿童已经被感染 纽约市儿科医生西斯本周通过CBS新闻 向家长们建议 如果儿童出现任何类似感染中共病毒的症状 哪怕很轻微就需要引起充分重视 西斯博士指出 由于儿童病毒检测能力的限制 以及绝大多数儿童受感染后 不会出现症状等原因 纽约市可能有80%的儿童已经是病毒携带者 虽然病毒导致儿童死亡的几率很小 但西斯仍然担心这些儿童已经在大量感染成年人 他批评纽约市没有更早的关闭公立学校 西斯建议家长让怀疑被感染的儿童隔离14天 并遵守安全社交距离 两岁以上的儿童出门也应该戴口罩 新唐人记者韩瑞 纽约报道 根据纽约市警察局公布的数据 中共病毒疫情期间 目前为止纽约市的机动车盗窃案件有所上升 而重大的犯罪案件有所减少 纽约市警局数据显示 3月16号至4月14号期间 警方接报458起盗窃汽车 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的案件 和去年同期发生的291起盗车案相比 增加了57% 其中约有一半被盗车辆先后在纽约市 5个行政区内被找到 目前 警方已经在盗车案件频发的地区加强巡逻 此外 疫情期间 全市重大犯罪案件有所减少 从3月12号到3月31号 警方记录谋杀 强奸和袭击等重罪数量 3740起 和去年同期的4670起相比 下降了近20% 新唐人记者唐成 纽约报道 受疫情的影响 纽约大都会运署MTA有超过6000名员工 请病假 不能上班 那么这其中有2200人已经确诊感染中共病毒 但还有大量的员工没有被检测 大都会运署周三宣布 将与医疗机构合作 帮助这些员工进行检测 大都会运署署主席介绍 从这周五开始 全市有52个测试点将帮助运署署员工进行检测 每天可检测50人 受疫情影响 纽约地铁的乘坐量下降了93% 运输署目前仍提供75%的服务 同时各项防护措施仍在进行 截至目前在所有74000名大都会运署署员工中 已经有2269人确诊感染中共病毒 其中59人死亡 运输署周二表示 会向因病毒去世的员工家属支付50万美元的抚恤金 金唐人记者金石奥利福纽约报道 纽约市中共病毒疫情严重 警察和公立医院请假人数也与日俱增 为了避免人员短缺 市警计划在全市范围之内为警察测量体温 而公立医院则要求请病假的提供医生的诊断书 纽约市警局数据显示 疫情期间警员请假越来越多 最高记录一天请假7155人 几乎占纽约警局总人数的20% 为此市警计划在全市范围内为警察测体温 纽约市府提供温度计 先在每个行政区挑一个警局作为试点 本周三开始实施 而纽约市医管局下属的11个医院中 目前请假的医护人员是疫情刚爆发时候的两倍 使在港人员工作负担大增 为此医院要求请病假的必须在5天之内 提供医生诊断书或其他有效证明才能准假 市长白思豪说 纽约市公立医院瘟疫死亡和隔离人数的数据 很快会像其他机构那样公布于众 新唐人记者唐成纽约报道 川普指民主党组官员任职痛批美国之音 欢迎回来 由于民主党的阻挠 美国总统川普对许多重要的政府职位提名 无法得到及时的任命 导致的弊端在这次中共病毒疫情中凸显了出来 川普表示 在民主党的阻挠下 许多法官和重要政府职位的提名人选 无法得到及时的任命 致使疫情中出现更多问题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已被川普提名 担任美国广播理事会CEO的迈克佩克 近年来 美国之音不断替中共和伊朗等国家做宣传 甚至在中共病毒疫情中称赞中共 贬低美国 日前已遭到白宫的严厉批评 新唐人记者乔安综合报道 中共病毒继续在全球蔓延 截止到4月15号 中国大陆以外的感染人数已经逼近了200万 死亡人数突破13万 截至4月15日下午 美国感染中共病毒的人数 累计已达63万7196人 当日新增23310个确诊病例和1819个死亡病例 纽约州仍是美国疫情最严重的地区 但住院人数已连续第二天下降 显示疫情进一步得到控制 英国周三新增4603个确诊病例和761个死亡病例 英国首席卫生官惠地表示 随着病例增长曲线出现平缓 英国很可能已经到达疫情高峰 卫生大臣汉考克随之强调 此时尤其不能放松封闭政策 因此民众还要继续留在家中保持居家防疫 在死亡人数连续4天相对较低之后 周三法国的单日死亡人数再次激增至1438人 单日新增确诊病例4560例 由于疫情依然严峻 法国在7月中旬以前禁止一切公众活动 因此国际自行车联盟周三作出决定 原定6月27日开幕的环法自行车大赛 将被推迟到8月29日至9月20日举行 随着疫情趋缓 德国将逐步取消严厉的封锁措施 从下周开始部分商店可以恢复营业 全国的学校从5月4日起逐步恢复上课 目前的社交疏离措施 也将至少持续到5月3日 日本15日新增548个确诊病例 最新的政府内部预测数据显示 如果不采取更严格的防疫措施 日本的死亡人数可能高达40万人 因此日本政府周三宣布 将居家防疫令扩大至全国范围 希望民众能将社交活动降低70% 新唐人记者乔安综合报道 前加拿大小姐林一凡 近日参加牛津大学辩论社的活动时 以亲身的经历讲述了中共政权 对世界价值观的破坏 赢得热力反响 林耶凡列举中共给世界带来的多种威胁 李耶凡介绍 因公开谈论中国人权 曾被中共打压 林耶凡说 中共的意识形态 与西方价值观相对立 一直与西方进行冷战 林耶凡提醒大家 中共意识形态正渗透到世界每个角落 中共病毒就是明显的例子 The sole purpose for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s to stay in power disregarding the cost of human life There are many doctors courageous doctors and nurses using different channels to tell try to tell the world the truth about the outbreak The life under authoritarian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s a life without God's grace It's a life where your innate worth as a human being is never recognized and your value is judged solely on your use for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林耶凡呼吁国际 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 对抗中共的强权 新唐人记者 严西综合报道 川普总统周二宣布 暂停向世卫提供资金 同时启动对世卫的调查 有分析认为 这将重创中共 并警示遭中共渗透的其他国际组织 另一方面 中共外交官向美国威斯康星州长发信 希望州议会表扬中共的防疫错举 遭议长弄斥疵疯子 今晚本台热点互动直播节目 将邀请嘉宾热议最新的事件 欢迎观众朋友们 借时收看并且参加互动 广告之后您将收看到 联邦救助金 纽约2%的小企业已收到贷款 欢迎回来 联邦在疫情的影响下 释出经济纾困计划 在纽约这边 已经有2%的小企业收到了救助 时代联盟周二释出的新数据显示 纽约大约有2%的小型企业 已通过小型企业管理局 薪资保护计划的贷款批准 该计划是联邦释出的经济纾困方案之一 为了帮助受中共病毒疫情影响的公司 国会现在正在就该计划的更多资金进行谈判 另外个人补助方面 大部分民众应该在周三前后就能拿到补助支票 如果没有在绑定的银行账户中收到贿款 可以登陆国税局的网站查询 新唐人记者王于赫纽约报道 纽约州参议员桑德斯周一在Facebook上召开讲座 邀请商会人士和专业的律师 为民众讲解联邦小商业局最近推出的紧急贷款项目 为帮助美国民众挺过中共肺炎病毒期间的困难 川普政府在3月7日推出高达2万亿美元的经济纾困计划 其中包括帮助小商业主脱困的3500亿美元 贷款项目包括可帮助小商家 获得最高1000万美元的低息贷款或补助 小企业可以通过这些项目为员工发薪水 支付租金 保险和水电费等费用 救助计划也包括贷款辅助项目 和经济受创灾难贷款项目等 纽约州参议员桑德斯周一在脸书上举行专题讲座 并为民众及时解答问题 专家介绍 贷款申请是分两步进行的 首先是向联邦小商业局申请货批 接下来是与银行协商 这时需要提供很多材料 需要了解详细贷款细节的民众可以访问纽约州府网站找到完整信息 以及可以提供免费协助的机构 新唐人记者韩瑞纽约报道 凤梨拼外销 屏东600吨凤梨进军日本连锁超市 欢迎回来 屏东县政府经过一年多的努力 终于将屏东金钻凤梨出口到了日本稀有300多家连锁超市 节目的最后就带您一起去了解一下 屏东凤梨好日 屏东县长潘莫安启动鸣笛声响 宣告外销凤梨货柜首行正式启动 今天这样的一个凤贵仪式 也特别在我们避免因为国内凤梨的丰收 造成的滞销造成的内部的冲击 作为做国外的分流 来作为稳定我们国内凤梨供应的价格 以及产地的稳定量 将凤梨灌叶拔干净 再用空气枪清洁 放箱后还得用签字笔标记区别熟度 适应后再送上战板出货 从种植 保鲜 分析到包装 面对日本X光的严格检疫 每个环节都不能马虎 往年的话都是透过类似那种贸易商上去做 那我们只是带包装 那这次的话是县府的话就是跟农民这边配合 然后我们这边做分级 做检疫 然后做战板 也是第一次做战板的叠法 然后打包 然后直接上货柜 不再仰赖单一市场 这次首行成功为今年的订单开启先锋 也为明年垫下基础 我们的凤梨又经济又实惠又比它更好吃 就希望能够就是我们跟日本合作能够稳定 让我们这个不要太依赖其他的 像中国这个国家就是把它分散开来将会比较好 欧明聪表示 首行如果顺利完成 近期的日本黄金粥将会增加两到三倍的出货量 期盼在疫情冲击下 欧逊能带来更多的订单 新唐亚特电视李金局李美华 台湾屏东采访报导 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健康平安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